音樂結合 大家好 陳明師 各位老師 大家好 我是高樹登 目前是 台大醫院基因學部的主任 我今天很榮幸可以来主持陈明医师的演讲 陈明他因为我都直接这样讲了 明他是我们学校医学师毕业 然后在Glasgow University 得到Medical Genetics的硕士 然后之后在我们的生命科学所达到博士 那目前他是彰化技术教医院的基因学部主任 也是张基的体系基因科技事业的执行长 那我们目前的台台医学院的 副产科的副教授 以及张基海外医疗事业的总执行长 那他也有得到很多很多的honor 不管在国内国际上 这个我就不一叙述 那他目前我想是国际上和国内 是非常有名的Medical Genetics 那也是副产科医师 那他的实验室呢 在张基的精英的实验室 几乎是在Pacific的亚太区域呢 是最完善的之一 那我想我要自己讲 就是说陈明医师 他对在我跟他非常密切的接触的这两年里面 我非常的感激他 我都有多感激 就是今天他说他要演讲 我除了出国以外 我不会把门诊停掉 我就门诊停掉 因为我怕来不及 好过来 所以我今天就没看门诊 好 那咱们加看 偷看了一个case来 那我们在基因学部 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产生检查 我们的细胞遺传释 真的都是养爱陈明医师 不只他的时间 他的他的态度 然后他的这样子的APRIC 所以我们才能够延续到这里 所以对他的contribution 我想他的contribution 不是在基因学部 不是在互产部 而且是对台大的这个认同 和即使他现在是接任的老师 可是他所花的心思 或是我只能无法延运 那非常非常感动和谢谢 那今天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 能亲自在这里介绍他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 他跟我们在这么短时间 分享到这15年来 他所做的 genetic方面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工作 那他的题目是 A quest of medical and evolution genetics Starting from psychogenetics Pursue of molecular genetics Now back to psychogenetics 那我们欢迎陈明医师 谢谢老师高淑芬教授介绍 这非常荣幸 感谢那个陈信福所长 跟那个陈培隆教授的邀请 那我只是一个 求生存的年轻人而已 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的是学术殿堂 我会从这边出来 那当然对这边有强烈认同感 那当然有一些个人艺术的关系 因为隐姓移居中部十几年 大概就比较没有办法回来赚人账 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 过去这些年 那可能要 我想演讲最重要的是传递观念 细节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 那今天的Outline 第一个我先讲我们产严诊断 产严诊断我想在1月9号 西风多教授 是我们科尔资深的老师 已经讲过他这四四五十年来的 这个努力 那我想在我这十五年主要目睹的 就是从传统这个侵入性的 这个羊毛穿丝或绒毛采样 改成这个非侵入性 那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那我们的技术员常问我说 是不是以后会失业 这样子 那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 他们没有失业 那甚至我认为以后会更加不明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会把它恢复到做这个细胞遗传学 那这部分也是 因为我家也有企业界的背景 所以这是我们家族重点投资的一个项目 那第二项是 讲这个跟陈新福医师和陈思源教授 一起做很多这个有关单基因的这个 和这个染色体筛检 有关于这个配胎床前进展 这个部分我讲比较短一点 那第三部分就是 因为在场 的那个专家很多 我们也有做一种SIC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到我的心目中达到那个 临床使用的标准 所以我们还是在 各位看我的UPSTRAD里面 我还是使用RUO 就Research Use Only 那我会报一个 我跟事情中医师一起做一个个案 我们最近有把它寄出 这个个案蛮有兴趣的 最后的话我会讲一点 我就是轻易中联 我博士的时候在做的 就是我很感谢那个余宏参教授 是我复兴建中和台大学长 那做了一些动物的那个演化的 我记得三年前我身副教授说 张上纯院长在下面就问我说 这个跟医学有什么关系 我那时候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谢文露教授起来替我解文 那因为我才很怕让老师们不高兴 所以但是这部分确实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们实验室简单讲1996年开始 所以在去年庆祝20周年 请感谢高主任游区我们那里利盈指导 那我们实验室主要的比较大的发展 其实从09年开始 0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推出 这个所谓ArrayCGH跟PGD 但是那个时候还相当原始 那在12年的时候我们算是比较成熟一点 那13年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到 就是飞行入行因为它太prevalent 所以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 那就把它浪取在 然后我是比较保守的 我们在我接任主任2004 在张基接任主任2005的时候 我大概就有细胞这张牌 但是我分子遗传诊断的牌 我一直迟到2013年我才去申请 而且我当时申请的是 那个Hemophilia A跟B 就是FETA跟FETA9的diagnosis 因为这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 那有另外一个背景是 因为沈明已经叫做退休了之后 我现在已经年余80了 仍然在张基服务 我们让他手上有大量的病人 我们就是用他的病人来做validation 然后把它通过 通过了以后要通过第二项第三项 现在我们实验室有相当多项 书里面都是认同的 所谓认同就是可以申请补助款 简单讲就是这样 另外我们也做这个PGS PGS的话这也是在我们领域剧烈震荡的一个 一个feel就是从这个是新型股票上起 upside down 就是一下子上去一下子下来 那现在是有我认为又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所以我等一下会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最近我们是进到EsonSIG跟CellBaseNIPT 那我们大概通过了4次的CAP 那这个是非常花钱的工作 就跟台大做JCI 我们愿意做JCI一样 是非常花钱的工作 但是做完之后事实上对实验室品质 尤其转换为临床为导向实验室 跟国际标准接轨是有帮忙 那这是我们领域大概来讲一个Cytocinetic Lab 或是Molecular Cinetic Lab 常常会用到一些 我们没有把NGS列进去了 因为NGS到目前为止才刚刚进入临床使用 它沉舌度才刚刚到可以临床使用 那之前都是研究使用 那当然我们也有尝试想要做这部分 但是我们NGS的应用主要是应用在 非侵入性的产前检测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像Array MLPAI 这个都是DOSIG的 Real Time QPCR 也是 那有一些就是你眼见为凭的 这叫Cytocinetic 包括你把不同的这个染色体的这个Bending 可以Pending不同的颜色 那这个在我们解决Ginetic的问题 特别是临床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帮忙 另外在解决动物的那个演化关系上面 这部分的工作是我在博士的时候首先 其中一小部分是我们首先开展做出来的 那在2011年的时候 我在2010年的时候跟我们的长官到那个Denisle那边去 我跟她认识了一段时间 就正式去官司访问她 那当时我们就认识 认识完之后决定说一定要跟 如果不跟的话会出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当时Illumina要推出MySeq 它还正在广告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给它预订 来了之后我们就把它买下 那我们大概是少数台湾的team 里面持续在NIPT有一直publish的 包括我们publish我们的这个pattern protected algorithm 那我们也把这个 什麽说13、18、21的这个三体证 就是唐氏证主要为主的 我们把它扩张到所有的T染色 因为性染色其实我们可以做 但是因为国家的政策是不允许 所以我们身为唯一的医学中心 我们是没有就是医学中心在自己做的 而不是外送的 我们就是目前台大院也是使用我的系统 像说唯二的医学中心 我们觉得说不应该 不应该去违反国家的法令 那这个原因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们不做 这除了不违法 就还有其他的原因 另外就是我们要把它从三体证 到解析度更低 就是所谓的微缺失跟微重复疾病 这个大概 因为我们知道染色体的解析度 大概是5到10个百万减肌队 那如果你要缩小到大概 也许小于这个 比方说大部分的麦克敌菌disolder 也许是一啊二或是三左右的 这个mine base pair 那是不是可以用非欺負性的方法去诊断出来 这个我们也有成功去把它达成了 那我们也发现一些 False positive 跟 false negative 的 case 特别是 false negative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就是说病人抽血之后 最后你跟他说没有问题 出来是有问题 这个我想大概 目前台湾的 service provider 跟全世界的 service provider 都已经发生过 所以我们是很小心这个问题 那我们发生的案子非常少 唯一的意义是双胞胎 然后他抽周数非常早 他是一个Mosaic Down 就是说他有一个正常的小孩 但是有另外一个是Mosaic 那levels 当然没有说非常的低 但是周数只有9周就抽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不是很喜欢在市场上 受大量的病人的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前端的医师 第一个他抽了之后 多久送给我们 第二个就是他到底几周抽的 有时候前面就是 the data 会非常的乱 这会影响我们的 reputation 那平线的论 我常跟我们很多 包括我们院长讲就是 你今天买这一台NGS machine 1500万 我是 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们从 financial 角度来看 你买一台1500万的东西 然后你再买它 一大堆耗残 全部受制于它 然后再聘人 做办事 如果说你对科学有进步 就OK了 研究机构是可以 如果你是 clinical use 你是要赚钱的话 这基本上只有 创造现金流量而已 全部赚钱的都是 Illumina 所以不如把1500万 拿去买一个Mina股票 在两年之后 就会赚更多 这是我们家的做法 那 我要跟各位讲就是 我们这个是有得到的专业症 那因为我的律师 跟医院有得到一定的协议 所以我有一定的所有权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拿来台大用 并没有违背任何的法律跟规定 那这个简单讲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听过 所以我想就是 这个Denny Sewell在1997年的时候 他其实本来是做BN癌的 他发现这个 后来突然发现说 在Pregnant Woman这个血里面 会有一些游离的DNA 它都是片段的 所以 因为你在 你不需要经过这个Sonicator 或者是Coviris 去把它震碎 你直接就可以建库 建库之后你送到你的Ngist Machine 那你重点就在于 你要去发展一个很好的一个演算法 那这个演算法就是造成早期在美国 在去年以前都 控制在五六个那个Service Provider手里 但是后来因为Siquernon跟Riosa这两家互 互告之后呢 美国已经裁定就是 就叫做Mayo vs Prometheus的这个Case 他已经裁定 不可以把这个Pattern 就是说 不可以把整个TestPattern 你可以Pattern Algorithm 可是你不可以把整个TestPattern 所以 所以现在美国就跟我们 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 就有能力的人就与后春熟 我们开始来做 同时也比较成熟 在2014年我们发展 我们其实2013年就把程式写出来 我跟我中研院的同学就是 建宗的 建宗都是 当时都是数学之后 那时候就认识的同学 我们两个人把它做出来 这个Algorithm 那 其实 那个时候是全确实是 毕露蓝驴非常辛苦 但是有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无论 不管我们后来的 commercial performance是不是最好 但 总归我认为 是一个confidence 就是说 我们有能力做到 跟世界上其他的team 是一样的东西 再来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的小孩子DNA浓度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们唯一发生False negative 9周这个就是 他太早抽 所以他雪中 其实Fetal DNA浓度相当的低 那他相当低的结果 你其实 就会有问题 所以那第三个就是 你要花多少钱 就是说你定序的深度 那这个是早期 你可以看到Sequenum Renata 这家是被Uma acquired Ariosa被罗氏 Required Sequenum也被Lapcorp acquired 那Natera我认为 迟早也会被Aquired 那基本上他都是 用量化 Natera号称他是SMP-based 但是我想如果在座演化生物学家 像上个月的王老师他就知道说 SMP-based仍然是需要演算 他并不是一个pure quantitative 他不是quantitative 他还是quantitative的 他还是有一些假说的 那简单讲就是 Z-score是一个黄金标准 就是说 我们现在抽到这个 假定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tile多了某一段 那这段理论上 在Mama的学面也会比较多 那是不是有一个机器 可以灵敏到可以去tale the difference 那这个就是其实 早期做用很多东西 包括用Digital PCR 用Microfluidics 都有try 后来只有用NGS有办法work 那因为NGS他的 迷敏度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 在NIPD他是 變成是有很大的成功 那为了规避 第一个Synchronon 他所提出来的专利呢 所以他的Vevinata 就后来被Illumina acquired 这一间 他就提出了NCV件 那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每一条染色底 他的GCE content 是不一样的 他的Ginnone structure 不一样 所以他有可能呢 他掉在你母亲的血里面的比例 不见得会相同 所以他就引进了一个 叫reference chromosome 的概念 就是说 除了我本身的绝对值之外 我会再减掉一个 比方说他第一次的时候 是用对21来讲 他是用9 那对 后来他第二次的Paper是用12 那我想 实际上他怎么用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就是 我们下个月在 意大利要开澳洲 西方云团学 我也要去报告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讲说 NIPD是一个叫做Caviate Ampture 就是 买者自负责任 就是 你送了之后 跨大体好不好 你自己负责任 就是 就是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当一个 scientific的东西 变成非常的patternized 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 那 我们的algorithm 其实很简单 当时我就觉得说 那比较长的染色体 应该掉下来的这个 推断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 用这样的方法去设计了一个Ratio 就是说 比方说 平均来讲 Control population的1号 应该是多少比例是这样 那但是我们这个Sample里面是多少比例 所以我们这个Ratio可以 如果越偏离1的话 就越不正常 所以我们是用p分率小的0.05来算 那为了要说服他们 当然我们必须做跟原有两种的比较 那我们就做了一些比较 那我想这个配合上都有 各位可以去看 并不需要 但我想要提的就是 当时我们提出来一个 一个关系叫做Isocratic Curve 就是说 既然它最重要的绝地因子 是DNA浓度 跟你到底化了多少定序深度的话 那就用这个 去做一个叫Isocratic Curve 那同样power的 如果它越接近这个0这边的话 就表示说它只需要 越少的DNA浓度 越少的定序深度 达成同样的power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证明你没有比人家差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家 但很难证明比人家好 就是不要证明比人家差 那因为它非常的准 所以如果你用我们手上 现有的Duncing Curve 可以当阳性控制组的话 其实你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这个 就是你的这个AUC都是1 但就是如果你把它抬吹循的话 抬吹循的话你就会 就是我们把它Serial抬吹循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当你在做Serial抬吹循的时候 像有一个Case 明明你抬吹了四倍 八倍 可是你看它事实上 它这个DNA浓度 并没有成线性的下降 所以我们在真的做 我们做研究跟做Clinical Lab 因为我两个都做 但我研究做不是很好 Clinical Lab我可能做是比较好 以Clinical Lab的立场的话 我们必须要非常Stable 所以我们就发现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拿掉的话 那有些就在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4%以下 没有办法达成正确诊断 这在世界公认的 那我们就 好 那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就是我们的Server 我们就把它去跑 就是说 那如果把它一直抬碎下去 我能够达成正确诊断的最低浓度 是多少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比其他两种方法来讲 我们能够达到这一诊断 是比较低的 我们大概借在3.83到4.75中间 其他人是落在4.75到5.22 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方法并没有比人家差 当然这都是我们的实验室状的 就是说如果其他实验室状也许 就是不必要 那我们领域一个很大的 最近在争辩的问题 就是说 既然可以验染涉体多一条 那可不可以 把这个微小确实疾病也把它验穿 那这也是我在Philosoph Group里面 一个朋友Ronald Wapner 他是Based在纽约的一个 一个教授 那他就替这个 基本上是其中一家Server provider 他做了一个 你看到他们真正的 Case 那就只有这几个 只有六个Case 其他都是用混的 所谓混的就是说 他有一个真正生出来的D-George的Case 那他也用Aracy-George 知道他大概少的片段是多少 然后呢他去用 跟他的母亲的血去混 去Artificial去Mimic 你得到的这个解体 所以 所以事实上他真正的Case 是相当的少 那即便是以他这样的Case 他都没有办法打百分之百的诊断 那另外一个Group 这个非常强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商业化 非常敬佩这个David Peters 这个Group 在 那这个Group 他事实上他发现说 我把它送出去做 就他跟我讲是 22QE的Deletion 可是我回来之后呢 这Case真的抽羊水 或者是做Invasive的这个 procedure 我们sale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用Rage去看 发现他并不是在Quintical region里面 所以他认为说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报告这种 就是说Service provider 在报告这个 应要把你这个 Deletion的这个片段 你的Bolder在哪里 要把它爆出来 那这个坦白讲 目前为止 并没有哪一家 真的做到这样子 那 有另外一群人 就是说 他其实发现妈妈有时候也有CMV 所以你抽的结果呢 或是妈妈本身就是Mosaic 就是会严重影响你的结果 那 自从Puby去到 大概也差不多在那个时间 英国跟荷兰 事实上 因为他没有受到 受到美国那个专利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也开始发展一些 那这两篇 我事实上都有审道 都放养过 他们都做得非常好 他们方法其实跟我们非常类似 不过他是把它 把每一个 这个Cromosome 进一步变成几个几个病 比方说3mm base pair的病 或是5mm base pair的病 那这个病呢 他再去用这个病去 跟他其他的背景去比 如果很明显的偏离的时候 那这个病就有问题 简单讲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就用观念来看 那我另外一群人一直想要做就是 如果我是比较资深的教授 知道就是说 在四五十年前 其实大家都希望 因为其实在六几年的时候 就有人发现 就是你怀孕了 这个女性的旋去抽 去做smir 就发现里面有 Phaetonucleated RBC 那问题是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因为Tekinology 没有办法跟上 所以其实你抓到的机会都非常的低 所以后来DNA base 出来的时候 就大幅度的改写了这个landscape 同时DNA的相关检测 它基本上也比较便宜 就是说 平线论子比较好 它贵是贵在机器 所以为什么在 在我们market上会卖这么贵 但是 是因为机器跟人工的费用 但事实上DNA检测 是比SYTO是要便宜的 那 目前大概做的比较好的是 美国一家公叫Raresight 还有单卖一家Arcedi 它这两家都比较 倾向要抓Security Fetal Cells 那 我们也是 我们其实也都可以抓 但是因为Security Fetal Cells 是relative来讲 比较少人explored 对我们来讲 比较有niche可以切进去 所以我们 我们的第一篇sumission 我们集中在这个方面 那 这个美国跟 欧洲的人类遗传学会 是我们领域 大概是最top的society 就是都高于像Medigo Genetic 或是我们OBGYN 或是小儿科的这个相关的学会 那 因为它是所有的遗传学家都会参加 包含很多Pew的PhD 那 它们的联合立场也认为说 你大概 第一个你还是要有一个 適当的评见跟政府监管制度 就是不能够说 就是 caveat and toot 就是病人花了钱就是他自付这样 另外就是 也要 要有一个 要 cautious 的用 就是你在用之前 用之后要有 counseling 那这部分 政府也做了相当多工作 我们 我也有 copy 下一个计划 就是 关于NIPT 如何去跟病人去做 卫教这部分 就是林秀娟教授去主持 那我们也完成我们的计划 大概 不久会发我们的这个 那 在我们学会 最常就是在 debate说 那麦克尔迪逊可不可以做 这是阿布林米朗斯基 他儿子也是一个遗传学家 我想在美东留学的人 应该听过这位老师 那这位老师他非常资深 他 跟这个 Peter Ben 在康乃迪克大学的一个 很有名的教授 他 上去辩论 那当然一方就认为说可以用 他是认为不能用 那他认为不能用的理由 我可以等下跟各位讲 那 事实上 大部分人认为是 目前的共识是 不应该用在 麦克尼迪逊 Dissolder 上 那因为 可是因为就是 大家都有 我没有的话好像就是 我常常跟我的 一些Member讲就是说 我们假定我们自己是 Benz 好了 Toyota Toyota一直在做车子出来 Benz做车这么少 那好像 Benz 不会做事 所以我们还是 有去发展我们的 演算法 那我对他们要求就是说 我们尽量就是 还是要 Publish 不能只有 那这是我们之前有 这可以其实在大陆做过NIP 大陆其实是NIP 另外一个非常Hot的一个区 大陆的Genomics 跟他的这个AI 和互联网 我想 应该叫网际网路 抱歉 就是用了中和大陆的用法 互联网 Anyhow就是 他们其实是很进步的 所以 有些人忘说他 要去大陆基督输出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说 大陆在这方面 我们是要追赶他 而不是技术输出他 当然因为他这个区域的 这个Difference很大 所以有些地方 你可能还有Niche 可以进去 那这可以来的时候 就是说他在大陆抽 抽九号染色底是高度危险 就是三条 然后他来的时候 完全没有洋水 完全没有洋水 那出来匣子也没有活 那因为没有活 我们给他抽 血去做这个 我们的这Party Control 结果发现说 他其实 不止 就是 这匣子出来之后 它其实有Partial Trisome 21 它是一个Mosaic Down的Case 加上一个Fu的Tisome 9 那 我们有成功诊断到 这个Tisome 9 跟Tisome 21 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还 我们的Sentity 还更好一点 就是说如果 当然我们做的时候 周数比较大 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我们另外爆了 这个就是 这个很有趣 这是一个胎儿心脏异常的个案 这个个案呢 这些我想 因为各位很多大陆 可以说把它跳得快一点 这个个案呢 基本上它一来的时候 就是心脏好问题 所以我们就抽羊水 做Interface Fitch 快速分析 那因为它心脏好问题 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考虑 就是抵族心脏 所以我们给它做这个抵族心脏 所以我们给它做这个抵族心脏 它在这么大的一个region里面 它对于Hard的发育一个 Cosetive Locus 叫做TBX1 T Box Gen 1 这个 那TBX1呢 我们用Fitch做就知道 它是三份了 然后呢 我们也做了array-11解析 发现呢 它在11跟22都有 所以 如果你是一个 classical的Matico Genesis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11-22的 translocation 的carrier 导致小孩子是unbanned translocation 那我们用它 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去做呢 发现 呃 事实上22QE1.2呢 我们用20mm read 这个大概 这非常shallow 这个大概 原则上 我们一般大概 5到6个mm read 可以做try so me 那20mm read 其实是非常的shallow 这个下 用比较少的定序之后 我们就可以 诊断出这个 22QE1.2 duplication 而且duplication 比deletion难 是因为deletion 是从2变成1 所以它是一个 一倍的这个减少 可是你2变成3的话 只有50%的增加 所以duplication 能够证明出来的话 我就觉得是 蛮有意义的 那我们后来 就遇到一个 另外一个case 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功课 就这病人其实他 有打甘素 因为我手上有大量 习惯性流产在打甘素的病人 第一篇cohold study 也是也是我发表 那这篇也是 遭遇很大的困难 因为 在台湾是 以 protein S 跟 protein C 的 deficiency 为主 但是在大陆的话 对不起 在西方的话是 Fetify Leiden 跟 Pro-Storm病的 mutation 为主 所以西方人一直 不相信这个data 那 后来 Publix 出来之后 但是也因缘之后 我们就手上有大量这样的病人 那这些病人其实 如果 单纯 Protein S Deficiency 也可以说 我们打低分子要用甘素 现在在我们 富兰科医学界 有很多前辈注意到 所以 常来问我 那我们其实可以 达到90几%的 life birth rate 它之前是零 所以 所以我想以 Control Co-host Study 来讲的话 它事实上 Historical Co-host 它是好很多 那我们发现有个个案就是 它有在打甘素 然后它因为打甘素 通常大部分的病人 是不敢抽洋水的 因为它怕 一针下去之后 小孩子会流产 因为它已经喜欢流产 这么多次 我们手上最多有11次 有9次的 都有 那 避避皆是啦 就是来 带你门诊就是哭嘛 所以我们门诊 大概就是分两集化 一个人很高兴 另外就是准备卫生纸 一直哭 这种病人也是很多 那哭你要让他哭完 所以我们怎么看非常久 虽然只有60个病人 可能可以看6个小时 这是我们的问题 没有办法是一下子叫他出去 那 我们这个病人 他直接抽洋水 非常的勇敢 结果发现 是Dung 是Dung 我们Dung的Case 我们都会有IRB 就是捐他的简体 给我们做Path E Control 结果发现 怎么做不出来 Z-Score 是跟P-Value 都是在正常 这下糟糕 一个False Negative 我们事实上 还有一个False Negative 的Series Originality 我们在投 我在那里没有讲 就是High Drops的Case 也比较容易了 所以他有胎内水肿的Case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后来发现也是一样 也是影响了FITO DNA浓度 这个Makken人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但对这个来讲 我们就知道 后来呢 因为他要放弃怀孕 所以他生小孩就怕大出血 所以我们就要把他的甘素停掉 甘素停掉之后过了两天再的Termination 这时候在Termination 我们再抽了一次 这时候就做得出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张表 他的Fatal Fraction 从1.6%上升到5.7%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甘素为什么可以用在这些 就是比较困难的病人 因为他其实会减少Pracenta Apoptosis 所以Pracenta Apoptosis 就减少了这个 他这个DNA release到Makken人组织 里面的这个量 所以就引起我们就False Negative 那在这之前呢 在B&J Catch Report 其实韓国有报一个人 但是他是不知其所以然 他 因为他只是一个User 他不像我们又是User 又是开发的这个Lab 所以他就是不知道 他就只是报这个出来 那我们后来认为是这样子 那后来就 这篇因为他是Online已经published 但是后来一大堆correspondents 一直来跟我argue啦 那所以大概过几个月会出 就是可能一个paper出来 就下面一大堆人出来讨论 那我就觉得好像 西方人根本没这种Case 不知道要写什么东西 一直写给我 如果日本人写我还比较服气 因为日本人也是有很多 Potein S deficiency的Case 那我们为什么不报告性染色 离数目异常 因为我们接到非常多伪扬性个案 就是说 他报告说是45External Syndrome 或是Triple X 或是Clean Filter Syndrome 然后呢 病人来抽氧水 是Completely Normal 或是只是一个Mosaic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因为这个都是Pracenta DNA为主 就是Trotoblast为主 所以其实他跟这个Fetus Proper 之间是不见得是百分之百一致的 在我们遗传学的术语 叫做Confined Pracenta Mosaic 就是说 他有问题的全部都在胎盤里面 不是在小孩子 所以我们做非常多这样子的 那事实上各位知道 X跟Y有Sudo Autosomal Region 那他有一些序列是很像的 所以 其实你去做 你如果早期刚开始做 不是很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偷偷看一下 他是男的女的 但是我们发现呢 跟超音波对 有时候会对错 就是女生 你仍然会看到一些Y sequence在里头 这当然有非常多的解释 不过 基本上他今天就算是Pure4 只有XX的female 你仍然有可能定序到一些 是Y的片段 那这个 很有可能就是X跟Y很相似的片段 那在你定序的时候 你Attribute 认为是Y 所以我们现在有我们的判断表情 就是说 你大于某个 几条序列以上 我们才认为他可能是Mail 但是我们基本上不报这个 我们大概是唯一连我们知道Turner 我们都不报 因为外面很多就是 他就是Turner就报 那事实上不是Turner他也报啊 重点就是要知道是男的女的 但我想就是对国家法律 是一个Breatensly Ignore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 对于这个 这个NIPT用在这个 更细微的解析度有这么大的反对 各位知道Sensitivity的公式 Sensitivity的公式 跟PPV的公式 Sensitivity简单讲就是有病个体里面 被你侦测出来的 那这个非常的高 这可能高达99.99都有可能 可是呢 当你反过来PPV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test是positive 然后我现在要去confirm 这feature是不是有问题的时候 这PPV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这个PPV呢 跟它的prevalence 是有关系的 就是它的公式是这样 所以对于一个比方说 三千分之一 或是一万分之一发生率的 一个非常罕见的micro deletion 你的PPV可能只有百分之十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呢 你跟病人报十个positive case 你就十个都去抽羊髓 事实上只有九个 有九个是不需要抽的 所以这就跟他们一开始 argument就有违背 对不对 他一开始argument说 我们要减少invasive的量 所以 所以我们就 就来做这个NIPT 然后就 就是各位如果有 没事可以 会看一些报纸的话 因为台大都是最优秀 而且最学术的地方 不过有时候 如果你看看这些商业界的人 他们写的时候都会写说 他当初要创办这个公司 是因为 他想到他太太如果怀孕的时候 流产是多么的痛苦 所以感同身受 他就决定创办这个 这叫做说故事 就是 基本上都是归策的 你就是 你如果是一个 有够经验的venture capital 你不会投 这个我们就知道 前面都不用看 我们看后面的东西 有没有pattern 有没有technical advantage 股东结构好不好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投 那 各位要知道就是说 大部分的average CMV 它的Size可能是3NB 那事实上 15%的case deletion 22QE 就是抵救局 我们以前叫抵救局 或是22QE.2S syndrome 事实上是小于3NB 所以其实 你跟病人说 你可以诊断出抵救局 但实际上 85%你是没有办法诊断 就是说你 因为我们的这个病呢 大概也只能够set 最多set在3NB左右 我们也不可能把它set的更小 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说 你把它set的更小的话 你就是会有很多noise 简单的讲是这样子 所以take home message 就是说 它有哪些forced positive呢 第一个就是fetoprocental mosaicism 这也会造成forced negative 比方说 你今天抽NIPT是有问题 可是瑕疵其实没有问题 或是反过来 这都有可能 因为这两个本来就 不一定一样的 那再来就是说 它有一些confounding factor 会影响fetal deflection 比方说 它很胖啊 large BMI 那像我们发现的使用干素的 会减少fetoprocental 刚刚跟各位讲 或是说你今天太早 你周数太早的话 就DNA的concring就很低 那这些就是forced positive的原因 那forced positive也是要考虑这些 那另外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 这个cell free DNA testing 你要把它expand到 micro detection 我刚才举了非常多理由 包含它的PPV跟它的prevalence有关 prevalence低的话 那你的PPV就会不高 那PPV不高的话 你一个病 只有15%的PPV 那最后 就有85%的病人 是被你forced positive去抽氧水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欧洲的遗传学家 会比较care这一点 就是说 很多的这个micro detection disorder 比方说以抵旧角来讲 它也不是100%的mental retardation 或者说我们说developmental delay 它可能有 有大概40%左右会比较严重 其实60%左右都还挺正常的 我们也遇过就是说 意外发现就是 他小孩子心脏病 那我们给他抽是抵旧疑 结果 再去验妈妈妈妈也是抵旧疑 问题妈妈就没有症状 当然这几个少量病人 我们跟他聊天 他对答还是稍微弱一些 但是我想他就是生活可以自理 那难道这样的人没有生存的权利吗 所以如果你跟欧洲的遗传学家讨论 他们都会觉得micro detection去做诊断 是一个比较值得争议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就讲就是 就是刚刚刚在讲DNA base 那我们现在讲我们做这个就是 去抓细胞的 去抓细胞 那我最近在Nature Biotechnology 上看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他说对于这个VC来讲 他最重要是看Publication跟Internetual Property 也就是说你Scientific是不是很上的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比人家好的地方 当然如果再仔细看一点 也会看什么股东结构这些 但是如果是for startup的时候 只有三个F会投资的 第一个是Family 第二个是Friend 第三个是富 就是亲朋好友加上笨蛋这样 其实我们也经过了这样的过程 大概几年前就是有一个在 在电子业做技术长来找我 那我当时一开始也觉得不是很想理他 但是后来发现他是非常踏实的一个人 那就开始合作 那我们后来发现说 把这个半导体去跟 跟这个医学结合也许可以做 所以我们就 这是左边是我们那台原型机 就是左边是我们晶片的这个生产过程 那这是电显下面 你可不可以看到 它这个晶片因为被10颗过 所以他就很像那个珊瑚 抗体就coating在这些珊瑚的触角上面 那那个sale被抓到就黏在那边 那这个黏到黏下来之后 就接下来解决两个问题 就第一个你抓到先 先抓到当然就很高兴嘛 这是第一点 抓到然后抓到比人家多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那当然价格比人家低 那个是我们再说 再不要再谈这个 但重点就是你抓到抓到比人家多 至少没有比他差 然后你的方法比较简单 那通常当me version 大家喜欢iPhone 就是iPhone很简单 就是很好用 当然你就全部不要控制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什么样的Case是你要去看 所以他必须自动的去调 所以他必须自动的去调 而不是用我们传统这个细胞遗传学家 这样一个一个眼睛去看 这样太累了 这也不 也不 不实用啦 因为你实际上要给人家用你 这样子的话当然没有人要跟你买喔 那 Phytonucleic RPC 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因为你今天抓到Sidotroblast 基本上跟NiPT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NiPT它掉出来就是Sidotroblast的嘛 的degradation的这个DNA嘛 所以都是procenta的DNA 可是如果你能抓到FNRBC的话 就非常有趣 那FNRBC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FNRBC呢 世界上其他的 目前我知道的其中一个lab呢 阿瑟普代这个lab 他认为说 这个Tim他认为说 他抓到的其实都是maternal的 他们后来就没有办法做paternal 就是他没有办法证明是FETO的 所以他们还是在抓Troblast 但是我们用了一些方法证明呢 我们可以抓到FETO真正的 那它FETO基本上呢 我们如果参考动物实验的data 其实我们后来就选定 几个效率比较好的这个 这个antigen跟antibody去 包括这个GPA跟antigeni 那CD45还是用来染这个 那你为了要让机器能够自动去判别去找 那当然你就要做一些 我们讲的就是 你要让它自动搜寻找一些款式 这款式就包含sail size 比方说WBC通常比较小 FNRBC接在中间 TB是比较大的 那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个另外那些team 他们都着重在这里 因为这基本上Defense学循的 这个差别比较大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说你 比方说你用物理方法用磁珠啊 像QRG QRG做CTC 那个System其实就是用磁珠 磁珠我们也引进很久 如果Tumor cell也许是OK啦 因为Tumor cell其实 其实对于一个Evance stage Cancer cell Cancer patient 其实有时候身体里面Tumor cell Loading是蛮大的 但是问题是你今天是Fetal cell的时候 它其实量很少 那你 你这个其他的方法就是 None Antigen Antibody 这个Binding的这种方法 我们就 Micro feeding的方法就效率没有那么好 那当然我们另外要给机器一个叫NP Ratio 就是它的核跟值 它的这个Ratio 这个Ratio也是有个差距 然后在透过你 它自动去看那个荧光 这些综合之后呢 希望能够把它整个过程自动化 那自动化之后呢 就接下来就是后续分析 后续分析那你可以做Fish 就在晶片上直接做Fish 这个我们也克服很久 因为各位知道就是 是细啊 细会把细胞粘得很紧 那我们后来用一些方法 才成功把Fish做出来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那我怎么办法把这个Cell ISOLED下来之后 我可以去做 Hold Genome Application 就跟PGDPGS一样 这个Cell就可以做后续诊断 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做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用Micro Manitulator去定位之后呢 那吸完之后呢 事实上这个地方真的不见了 这就是跟IT业合作的好处 就是说他们 因为我们可能有生物的 的这个或是遗传学的这个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 他们其实是可以把它再吸 吸进去 就是说他们 连这个所有的秩序都可以自己做 就是这是台湾奇迹 我在中部有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病人都在中部的台上 我可能专门做皮剑五金 水龙头五金什么 每个都做到世界几乎最大 就是说这是我们台湾人最优秀的地方 反正他有办法用很少的resources 达成很多事情 那这是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次submission的时候 这些data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共有五个病人 但这五个病人 村别是T13 T18 T21 T21 那大概来的时候就有8CC的血 8CC的血分成四片 四片 那这四片呢 其中大概两片就染 Fetoneucleate RBC 另外两片染Tropoblast 然后呢 当然我们希望其中一片呢 就是拿来分离细胞用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standard procedure 就是我们8CC进来之后 各分到4CC 分别做两种cell type的capture capture完之后有一半 把cell isolate 出来 想办法做DNA相关的diagnosis 另外一半呢 就在晶片上做fish 那 这个就可以解决 Fetal Percentral Morses 疑似的问题了 那同样 因为我们要做study 所以我们 因为我科技部也有拿到一个 就是三年 就是分心目性的计划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 也会把这些case 跟我们分心目性的检测去比 看起来都是compatible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去证明说 就是像亲子鉴定 我想小时候来就是亲子鉴定 我们复兰科天天都在做 就是你看到底有没有 爸爸的成分在里面 这件事情你要去 移清嘛 你才能够证明是Fetal Origin 所以我想这很重要 那我们也有把它做出来 那另外就是 我们就像 都会看这个fish 这个图能够打到这样 是花了蛮多时间 因为 细真的把细胞都黏得很紧 所以跟我们在 玻璃glass slide 上做是一样 那我们所分离下的细胞呢 去跑RLS-194 NGS 至少在这种 比较大解析度的是 完全compatible 所以 我想这是蛮有趣 那这边 目前还在投稿 大概需要补一些technical detail 因为 大家都很希望你知道你怎么做 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能全部跟人家讲 所以我们就在看这个分寸上 怎么拿捏 那我 这是第一部分的 有关于这个非生物性产权诊断 我们的努力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 自己开发一个algorithm 然后自己去做 然后发展到 增加到microdeletion 虽然国际上的共识 不是那么赞成 我们也不做第一线的推销 就是病人问 我们是do by request basis 就是他病人 然后我们会跟他concent很清楚 就是 这个不是国际上的那个 但是你真的要做 那就做吧 这样 但是这个解读上要很小心 因为有些 有些false policy的问题 有些他的positive segment 不是在 不是在你真正的critical region 事实上不会致病这些问题 那另外就是 我们要讲一下 我们做这个单基因疾病的配胆塞宣 那这部分是跟 陈思源 陈信福 还有一些 国内的这些不应症同业一起做的 那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做的 大概这些 那我们事实上发展的方法 主要是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大概 听过我PGPGS演讲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我们传统上来讲 是用linkage analysis 就是说我们 这个disease mutant呢 mutant的例如 可能linked to哪些marker 但是这个marker 你一次定下去 就是一来就几百条 然后就几千块几万块 那如果这个病很少见 比方说像psychemia 是很常见 有些病很少见 一年用到一个 那你几千块几万用在 同样变色 那你可以加付费是没有错 不过 比较不是那么好 以lab management的观点 我们希望就是有效一点 所以linkage analysis的确点就是 你可能要用到很多marker 去证明说 它这个marker linked to mutant allele 或是linked to wild type allele 那但是呢 这个marker中间 会发生recommendation 这个我们都发生过了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错误率 那国际上的容忍错误是5% 就是说你5%的recommendation 它觉得是可以接受 那我们这方法呢 其实就跟以前那个 ARMS很像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两条不同的影子 这两条影子就只会黏在 各自黏到wild type 跟mute allele上面 然后我们后面再去跑QPC QPC的好处就是说 它除了定性转 它还有一个定量功能 就是说你如果看到 有一条跑得特别快 另一条跑得特别慢 那很有可能是contamination 或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想 这个就是 一个 比较有趣的 那这部分也有patternize下来的 比方说 一对Chakomari 2是2E 事实上它有发生recommendation 所以后来呢 它其实 回来三胞胎里面 有一个其实是Affekty的 后来我还是在产前的时候 把它reduction掉 后来生两个healthy baby 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偶尔会发生 Aleol drop out 那我们接下来讲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们在筛选胚胎的时候 就是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过程 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用Fish做 后来大家认为Fish不够准 所以呢 活产率反而下降 因为你今天用一个 因为事实上我们早期对 事实上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我们其实对人类胎胎 它的这个 charyotype evolution 根本不太了解 并不知道说在早期的胎胎 有这么多不正常的存在 所以有时候你今天 biopsy到一块细胞 你认为不正常 其实它其他细胞可能是正常的 或反过来你今天biopsy是正常的 就其他细胞不正常 那它细胞有一个自我correlation的一个 已经被人家 well observed 这样一个 phenomenon 所以变成说你今天做这样的 这样的screening到底有没有意义 就变成一个自在争论 那后来为什么突然又活起来 是大概在三四年前呢 美国有一个team 就Richard Scott Jr.跟Nason Trapp 这个team 他们也是把它都patternize 就是他们只做染色体 每一个arm上面都设计 那个他要看的marker 然后呢他一次的QPCR 就把它全部run完 所以假定接22加sy是24条 每一条上面我们选四个marker 然后呢我们做四重复 这样是384 所以你一个384孔盘的QPCR 就一次再一个胚胎就用完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费工 如果你有去参观 我是没有去参观 但我一些朋友有去 他们实验室是可能QPCR就有非常多胎 因为他量这么多的时候 他就只好一盘就做一个胚胎 所以他那有时候你知道 有些前段的医生又要求说 因为现在人工生肢法规定不能超过七天 冷冻时间不算 所以你第五天 后来就发现第五天切片第三天好 所以你第五天一切 你第二天就要给他报告 因为第七天就违法了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给他报告 他就只要把它动起来 那动起来他以后没有怀孕 又怪你说 因为你多了这个解动跟动的动作 所以才导致我没有怀孕 所以有时候在 你要free cycle 给他的结果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后来把它先简化 就是说我们先做五条的 因为事实上他也都没有publish 任何他的technical detail 所以我们就先try 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多到十一条 那我们是有根据 就是说我们从流产物的study 里面发现 最常发生这个promosome 整个arm的这个增加或减少 就是有其中的十一条 所以我们就做那十一条 那我们的data应该过一阵子 现在胚胎研究抓得非常紧 所以比较难投 我投这篇被送我们医院IRB 倫理委员会调查非常久 后来是没有事了 其实我也是学术倫理神医小组 所以省我自己案子我还得回避 这事实是蛮有趣的事情 坦白讲是非常unpresent的 不过 这有时候是你必须付个代价 因为事实上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那你就勇敢面对它 那我们后来就是有 那后来就有一群人发现说 不对哦 在去年的NEJ 有一些人 因为你知道有些病人来做 他每次做 你送了五颗送了八颗 没有一颗可以用的 非常绝望 所以呢 美国就有一群医生说 没关系那不正常的我也给你放好了 死马当活马医 因为有人报告说 他会自动collection啊 对不对 所以不正常说明他后来正常 我们就放放看 反正到时候羊毛钻是出来 如果不正常再把你拿掉 结果呢 居然出来是正常的 就说你放不正常 你刚出PGS 认为不正常胚胎 然后你就伸出来正常的宝宝 这个出来之后 就有一大群人就开始反对PGS 又开始反对PGS 不过他们用的方法 其实都是Array CGH 或是NGS 那这两种technic呢 如果用在单细胞 或是五个细胞 十个细胞 他都需要经过一个 全基因放大的过程 那全基因放大过程 本身就有可能误差 那各位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数学去想 比方说我第一号染色底的长臂 因为我理论上 我们应该放大1000倍嘛 可是我第二号染色底的长臂 我只放大了700倍 可是我第七号染色底的长臂呢 我放大了1050倍 其实这个离1000倍 都没有差很多 你那NZine黏上去 NZine efficiency跟primer 黏上去那个event 稍微差一点就会有差了 对不对 那可是你这样 你会判成什么 700比1050是2比3 你会认为你第七号染色底 是有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 那QPCR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直接第一次就做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 这个地方 好 那当然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其他 那像这个 这个 A型血友病 这个我们也写过 Revalu 那我前一阵跟谢中康教授 他们也是一起做 这个 Neuro Degenerative Disorder 的这些PGD 我们最近也撒密 这个系统出去 包含这个Chaco Maritus 1A SMA ALS FAP Huntington 还有这个相当萎缩 其中两型我们都有 那当然也有 含那个榮总 宋炳文教授的那个团队 因为他们团队其实 SEA做得非常的好 有些是他们转接过来的 那前端可能是在台大生殖 和SMAV密克进行 就是这边大概都是台大的个案 就是没有把我其他院的个案放进去 那 接下来讲就是我们使用 Azone Sequence的情形 Azone Sequence我想讲就是说 嗯 以 以这个NGS来讲 其实它已经很成熟了 现在很成熟 但其实一直到一年前 我认为都不是那么成熟 那 现在因为分析的方法多 分析经验也多 也很多人分析 东西也越来越好 跟大概四五年前我去英国 开个会 学那Galaxy的时候 其实差很远 那时候很原始 那现在的话 你看光这个软体服务的 这个厂商就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还是自己找 学术界的人来分析 我是找杨明的一个team 跟我们一起 因为他们有一个老师 就是得来认过失 所以下面有两个年轻老师 就没有人顧 那我们就想办法 就是去跟他们一起合作 让他们Lab可以sustain下去 那我们就 那这个Case其实是 事情中医师送 这Case蛮有趣 这Case 这是一种很罕见的 比较Lab Entrial Summary 简单讲就是 我们人有分这个左右对称 可是它的左右对称就是 就是左边 右边也长得像左边 我们就是简单讲这样子 那 结果呢 小孩子是这样嘛 就发现妈妈也是 所以它就是一个Otosomal Dominion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那我们就开始分析了 我们做了S1Sig之后呢 那当然它有一些filter 首先我们只找这个Rail Variant Frequency 小于百分之五的 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LowEffet 非常protein coding的把它filter掉 再来就是 它定序的Genotype跨体不够好 我们把它remove掉 再来就是 要Consistent Repetient Inheritance Pattern 比方说这个母亲跟小孩都有 那它应该就 应该要是 都是AD 就是这两个都要有 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有的话 那就不适合 就把它滤掉 滤掉之后呢 再在湾骚针锦中里面 找东亚人的这个Data去看 这Miner Leal Frequency 小于百分之五的 我们才把它 就是我们才把它 就才把它滤掉 然后最后 Taiwan Biobank 虽然这个 这个并没有 并没有这个 并没有非常 就是 没有 complete这个project 很可惜 比如说它里面仍然有很多很 很珍贵的资料 我们再把它 做一个filter 之后我们就找到了 13个Candidate Variant 那这13个Candidate Variant 我们在 用这个 不同的这个 Reference Transcript Prediction Program 去做这个分析 那这个我们发现 这个Smart Tool 是全部都 会有问题的 那这Smart Tool 也是Nodal SeekWay的一个重要 那Nodal SeekWay 已经被证明是 这个 它的development 一个很重要的 还有或者说我们讲 这个Laterality developmen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Password 那这个在动物有被报告过 有间接证据 但在人类的话 这应该是第一个证明 就是Smart Tool 可以导致 那我们另外一个要看 就是说 你要看这个基因 这个点是不是重要 你可以去看 我们相近的这些种 比方说 或是不相近的 像 Zebra Fish 这非常远 Frog Chicken Bovine Mouse Macaque 跟Human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点都是非常的 Specific 这个都是Cross Species 的Conservation 表示说 它不能够把它涂变掉 涂变掉这个Species 会死掉 所以 这是另外一个证明 那 那最后的一点时间 讲比较轻松了 就是做了一些动物学的 这个 台湾有两种艾丝跟面天树蛙 这有些老师可能会听得很受不了 不过 如果有动物系的 应该听得比较有兴趣 那 这两种树蛙基本上 它的漆地是有点overlap 大概你在那个 那个日月潭 大概都抓得到 那 或是惠孙林场 这个大概都抓得到 那你抓到之后 但是它的育诱方法差很多 也就是说它的 它reproductive behavior差很多 那也没有人报告过它的 genetic complement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 来报报看 那 你就看到我们做的这些个体的话 其实 其实我学生还蛮认真 做了蛮多个 但是发现它两个 2n都是等于26 Functional number 就是B数都是52 那我们再仔细看它的 这个chromosome的这个样子 事实上没有差太多 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 就是如果你用NOR stand 或是其他stand 你会看到一些很细微的差别 那我们也做这个所谓的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像铺类或是鸟类 它的这个sets chromosome 都是heteromorphic 鸭嘴兽的话是最特别 它有10条sets chromosome 而且正好跟鸟类和铺类 正好在中间 不过N1号 以树挖来讲的话 其实在两生类 有非常多 像鱼类 各位知道鱼类它随着size会变 小鱼的时候是公的 大鱼的时候变母的 也有反过来的 那我们认为可能跟温度有关 但是我们首先要看 它到底有没有sets chromosome 那除了用基奔林去看之外 我们可以用肥学方法 就是说 两个等量DNA去hybridize 然后再 在meta phase上把hybridize上 如果 今天是有heteromorphic 那你应该 那一条heteromorphic 有一个会特别高 另外一个会降下去 各位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那在这两种数网 我们并没有发现 那另外就是说在脊椎动物啊 它的telomere都是tthgg 所以我们也把它去染 就是定每个那个 染色体的边界出来 那这个 发现说它这些东西都还在telomere 因为有些物种它会插到 interstitial去 那就你可以证明说 它可能有些charotype evolution 那对这两个物种来讲 它有少部分的不同 charotype还是有不同 但是没有非常大的不同 特别是我们没有找到 它的性染色体有不同 所以我们后来证明 它应该是跟温度有关 但是它很有趣 就是说你改变温度的时候 也不是说今天孵出来的 一定都是功能 或都是母的 而是它的set ratio会bias 有可能在温度提高 或是降低的时候 它本是1比1的 会变成70%是女的 那反过来会变成70%是男的 类似这样 不过这部分study很难做 就是说因为你在取样的时候 这个环境啊 是在野生的状态 所以你必须要去量 里面的电解值 是不是 有没有什么其他毒素 什么一大堆的 这个难就是比较困难 所以做生态的人是非常估计的 就是说它可能光采样 就花非常久的时间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比较少 那我们另外这种老鼠 这个老鼠很有趣 这个老鼠是 少数就是很可爱的老鼠 就是应该是在英国最小的老鼠 应该也是 可能也是台湾最小 它会截球 所以有时候你去打高尔夫的时候 他会看到高尔夫球场 会有看到这样的老鼠 那它的Size很小 那它的分布范围呢 各位可以看 从英国列岛到我们台湾跟日本都有 那在不同国家抓到的族群 它的2N是一样 但是它的Functional Number 有的是不一样 那我们后来就把台湾的这部分 把它做出来 跟以前人家来去比 Publish我们的Data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clone它的这个RNA菌 Spylus RNA菌 那这个菌呢 基本上因为它叫ribosomal DNA 事实上对于Clarotide的演化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会 它是一些重复进去的 所以它会引起 这染色底在一代传一代的时候 在cell division的时候 会发生结构上的改变 有些结构上的改变 有些结构上的改变被保留下来之后 这个核形就会保留下来 就变成一个新种 或一个新的sub species 那我们把它clone之后呢 再去看它 那这些在哪些染色体里面有 那我们就把它的位置标出来 但是呢 我们后来就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读博的时候 发展出来的方法就是 如果是interorder的 就是说我们铺動物有分 石肉木啊 平齿木这些 一手木啊 鸡体木 藕体木啊 这些 如果你镊齿木啊 石丑木 那你如果去把这些木 跟木之间的去做habilization的时候 后期中habilization的时候 你用fix去看 你可能可以看到上上下下 而且你会看到 全部都偏向某一边 那你就知道 这两个木是比较近的 可是因为这个 都是在镊齿木里面 那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找大鼠跟小鼠 的这个 来跟它害好了 结果后来发现差别不是很大 我们第一次做实验的时候 觉得它跟大鼠比较像 就第二次发现 其实是可以都害得上去 所以我想就是说 以镊齿木来讲 这个方法就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所发展出来的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做 大尺度的清源关系比较 而不适合做小尺度的清源关系比较 小尺度的清源关系比较 应该还是比较偏向使用分子的Mark 就是李文雄老师他们在做的这样子 那我想 不管是从我刚才讲的 Medico Genese 或是产前 或是这个Evolutionary 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决定清源关系 现在的王道是用分子演化术 但是仍然Cyto Genese有它的角色在 那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去学这个 所以后来 虽然后来中间做了很多Molecular 但是Cyto Mycic做 那我们也希望藉由这个Cell-Based Prenatal Diagnosis这个平台的这个 把它真的把它Device出来 真的可以用 我们会逐渐扭转NIPT 在我们这个领域所占有的Advantage 这样子 那我今天演讲大概到这里 谢谢各位老师 非常谢谢您一时 豐富精彩的影响 那我们时间是很超过 我们还是很希望 因为今天来的老师呢 神奥多德里阿老师 有一些想要提问的 我有两个问题 因为比较简单 有些人都在设计异常 数目异常 在做PGD的时候 你目前是用 影光 还是用 RES-CG 使用所有方法 都可以 就是所有方法都可以 我们比较favor 就是 平线论 现在看起来最准还是QPC 因为RES-CG 它要经过全基因放当 对 就我刚才讲了 所以才会发生说 有人 因为现在有一群人就唱出来说 你看 我放那不正常的进去 它声正常的出来 但是如果QPCR 你看 目前有到Random Mind Trial 只有QPCR的那个team 那个team的data 是真的非常漂亮 那也是因为那个team才revival的 就可是大家 因为它被pattern住了 所以其他人都不能 都不会用它的方法 就其他人就还是用Array 或者是NGS 那有时候它的解析度太好了 它会浪费掉很多 其实是正常的胚胎 那所以我个人还是认为 就在我们医院 我们还是用QPCR 而且它的价格也便宜很多 就说也比较affordable 但是要跟患者讲清楚 因为有时候他都会觉得说 这最贵的东西最好 就说你看那NGS 这么贵的东西一定是最好 解析度这么高 那我们就要跟他讲 你看也不一定这样子 这需要一个concenting的过程 那在我们医院的话 QPCR的update Rate 是很高的 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在NIF上来讲的话 当然您有一些在 判读上的一些的创新 那在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在做同样的事情 是 所以变成一个 User的观点来讲的话 就只很confused 到底谁能够提供一个好的 一个quality 那我不知道在学界 在业界 在这方面 目前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譬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独生 好了 所以您现在有没有说 一个 criteria 就是说你的 要到多少以上 这样的beta 才觉得是在 在市场上可以接受 好 谢谢胡教授提问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应该逐渐在解决 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演讲 我讲的是 那个去年 那个美国已经入了 Sequen和Ariosa之间的诉讼 他不能够把整个东西都patternize 所以 就叫做 Mayo vs Prometheus 这个Decision 那这Decision出来之后 就变成 大家很多academic生液 可以发展自己的 那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说如果 for number 的话 就是大概 4个million的reads 就够了 在我们的演算法 跟全世界大部分的演算法 都是这样 那同样的 fetoconcentration 也是大概 4% 就是你要大于 这个concentration 才会准 那 有关于品质管制的部分 就是 就是 很不幸就是 这部分全世界都 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就说因为 有各式各样的因素 在里面 那 就像我刚才也是一开始 演讲的 就是Mark Evans 他下个月在 ECA就是意大利那个 那个我也要去讲 他就是 他的题目就叫做NIPT-KBA-Mtour 意思就是说 这个KBA-Mtour 意思就是 买者自负责任 就是说 我已经负了 那这个quarty 好不好是我自己负责 他 这目前是有点这样的味道 那我们国家的话 国建署前证 有招派一个committee 那个我有去 我们还是希望 逐步建立规范 就是说能够 至少你要提供你的 那个评件资料出来 就是你的那个quarty 的资料出来 然后来做一个初步的审查 这样子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不要 不要就变pure commercial 这样子 比较不是那么好 这样 嘿 目前大概是这样子 有没有老师 今天有副总部来了蛮多的老师 今天有副总部来了蛮多的老师 有没有 有人要出问题 好 好 那我今天来 今天申明讲这个 因为我想 以前副总部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副总部 要来搞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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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